台湾民主秀被王菊扒掉底库 世界民主典范因王菊原形毕露 大家好啊 我是你们的朋友大野猫 今天呢 咱们接着王菊王志安这个茬 谈谈台湾的民主制度 说实话呀 咱直接点 民进党当局驱逐王志安 禁止他入境五年的这种做法 是一步臭旗 从战略的角度 根本就不应该这么做 咱们呢 等着料敌从宽的这么一个态度 咱说这个话 他不应该驱逐王志安 不应该禁止他入境 这一步臭旗 他这个是战略失误 而且这个战略失误 彻底的否定了他自己 台湾是个什么玩意儿啊 从战略角度 台湾是西方反中反华的前进基地 这是台湾的这个设定 他自己呢 要明白自己是 他的定位是什么 台湾的民主是个什么破玩意儿啊 为什么王菊说台湾的民主 更像演唱会全美大会 因为政治需要 因为西方反中反华的黑恶势力 这些反动派要把台湾打造成一个民主典范 然后呢 加以利用 产生视觉效果和宣传效果 直白点 台湾的民主制度就是一个工具 一个理想型的工具 而这个工具呢 台湾必须要把它演绎出来 不能有任何破绽 那有人说 是王菊自己不知道啊 看不懂这个啊 到了台湾捅了马碰锅 不让他入境呢 自作自受啊 但是你话说回来 即使是这样 台湾当局也没有任何理由 不让他入境 为什么呢 尤其是在脱口秀节目 发生了一点小冒犯 发生了一点小冒犯 你就本着所谓民主包容性的原则 一笑了之 不就得了吗 让他变得无所谓 你现在可好 上纲上线 上纲上线的结果是什么 你最后一切的东西全被否定 这就是为什么你的民主秀 因为王菊被扒掉了底裤吗 不就是这个吗 当你把它变得无所谓的时候 才是上策 现在这可好 一场猫打架 让台湾之前所有的宣传 西方所有的宣传近乎完败 所以呢 有必要谈一谈 他为什么发生了这种事 其实吧 原因也很简单 就是台湾是什么 台湾是温室里的花朵 没见过世面 被保护的太好了 就这么一个玩意儿 根本就不知道这个世界长什么样 所以才能做出来驱逐王菊这种蠢事 你驱逐了王菊 不让他入境 因为他说了你自己不爱听的话 咱这么说 民进党之前就做过这种事 只是那一回呢 没人给民进党指出了有什么不妥 为什么不能驱逐王菊啊 为什么不能驱逐自己不喜欢听的人呢 这个里边咱要讲战略了 这个战略指的是台湾的民主和民主之间的关系 世界上有一个东西叫民主 另外一个东西叫台湾的民主 西方的这个票决制度 或者打上引号的叫民主 它到底是个什么玩意儿 首先一个 它是多元主义 多元主义所代表的是各方势力经过斗争 博弈妥协的这么一个过程 这是一个理想型的 这是一个被包装好的理想型的宣传 但是实际是这个样子吗 肯定不是 而且他宣传的还有自由式的开放式的 什么意思 就加一个选项保护少数保护少数的发言权吗 但是这个民主有没有问题啊 这个打上引号的票决制度有没有问题 那当然有了 首先一个他太理想化呀 理想跟现实是分开的吗 对不对 理想很丰满 现实很骨感呢 你宣传的民主是一个高大上的东西 所谓高大上的东西 然后一演绎出来 他连粪坑里那个东西他都不如 对不对 就这么一个结果 另外我也说了 这个所谓的票决制度 他有硬伤啊 他的硬伤是什么 因为他反建制的本性 他与发展是脱节的 甚至矛盾的 这种制度根本不能带来发展 就是这么个结果呀 再加上后现代巨英时代 民主与思想包容 可以是画等号的 而且这必须是在宣传当中体现的嘛 同时这个宣传 还有一个与之对应的刻板印象 与之对应的刻板印象 就是跟大反派嘛 大反派是什么 是专制啊 所谓的专制 而这个所谓的专制 有一些特性 首先一个就是一言堂 第二个叫排除一己 第三个叫清除一类 第四个叫文字欲嘛 对不对 但说句老实话 任何一个政治体制 无论它是什么意识形态 都干过这种事 因为人是社群物种 而且好面子 喜欢犯错 这叫人性 所以后现代所包装的 这个所谓的民主票决制度 他要求每个人 甚至社会都要超越人性 这是办不到的 你看看最近 有关哈佛大学校长辞职这个事 以及加拿大人因支持巴勒斯坦 被停职或者解雇 这叫什么玩意儿 这叫文字欲 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你不让我挣钱 你想让我饿死 是不是啊 所以大家也看到了 巴勒斯坦 以色列这件事 彻底的把西方所谓的那些 所有的价值观宣传 全打得七零八落 是不是这么一回事 但是他们怎么办 无所谓 对于台湾来说 他必须要超越人性 台湾必须要超越人性 台湾一定要活出来 他所宣传的那个样子 而且必须体现民主是包容的 为什么 因为台湾的定位 台湾的定位是什么 反中的前沿阵地 反中的桥头堡 因为他有目的 他的目的是反中 而且这个东西他必须要做到 这就是他的战略地位 而且这个必须要做到 这就是他的战略定位 然后我们看到怎么着了 民进党当局考试不计格 为什么考试不计格 他体现的是什么 体现的是一言堂 排除异己 清除异类 文字欲 彻底的否定了自己的宣传 以及西方所有的 所谓的这个民主票决典范的期待 这就是民进党干的嘛 其实吧 咱这么说 民进党他早就一言堂了 只不过呢 是温室里的花朵 没见过世面 也没人敢给他提建议 他一言堂 你说他敢提建议呢 谁敢提啊 谁要提的时候不得 政治生涯就结束了嘛 对不对 我说的之前是哪件事啊 不知道谁还记得 2018年年底 武统学者美籍华人李毅 社会学博士提出了一国两制台湾方案 以及北平模式 然后呢 他想去台湾做演讲 2018年年底被民进党当局禁止入境 李毅可是拿着美国护照啊 这原因是什么 原因不就是讲了民进党不愿意听的话吗 其实那一次就应该有人给民进党当局建议一下 不能这么做 这么做是不行的 这么做会否定自己宣传的价值观 但是当时谁敢说 没有人敢说嘛 对不对 当然了 你可以说武统学者李毅是亲大陆的 是大陆学界有联系的这么一个人 从安全的角度可以禁止入境 但是他说那些东西 他又没组织什么东西 他那东西叫安全威胁吗 即便是这个理由也是相当的牵强啊 那王局是谁 相比这个武统学者李毅王局是谁 王局是反贼中的大boss啊 正是台湾需要的 然后呢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猫打架是不是啊 然后我们看到了什么 他们俩之间不打起来了吗 同时对比王局和民进党请了的那些轮子嘉宾 我们我们就能看到一点吗 说明民进党什么 他看不清形势的变化 然后还活在已经过往的年代啊 正因为如此 民进党当局通过禁止王志安入境 完全的全面的否定了自己所宣传的一切吗 而且我们生活在影像的时代 这些都是有记录的 王局呢 咱这么说 不要总 一定要干到底 我们呢 接着干什么 看猫打架 好了 这期节目就到这了 喜欢大野猫节目 别忘了点赞评论转发 没订阅请订阅一下 谢谢大家